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四十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我见我闻我思 相和社会同周共济 拜登总统就职不到两周 我们虽然仍在严峻之疫情笼罩下 但是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一股暖流和相和氛围 大家感觉不是吗 我们看到在三年来 在川普的执政下 把许多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和孩童们分离拘留 拜登立即下令要结束这项残无人道之行动 面对每天数千位同胞失去生命 新政府正在动员所有国家力量 希望每天能给150万人接种疫苗 在夏天以前可以为3亿人种植 这项得正是多么伟大而必须的 还有什么工作比救人更重要 拜登新政府更体谅国民失业饥饿之痛苦 向国会提出另一次的纾困案 解决大家燃眉之急 有何不妥 但还是有众多共和党大力阻挡 新政府决心全力巩固奥巴马医疗健保 为贫困人民有基本保障 尤其是对年幼孩童但屡遭共和党阻止 我们决定接种更多的难民已履行国际义务 这是大家共同之责任又有何不妥 我们非常高兴把一位推特治国的总统送走之后 立即回到国际社会 重修与各国之间关系 全世界都松了口气 我们看到前总统川普今天和共和党高层会晤 商讨如何在两年后众议员其中选举中如何获胜 真令人不解 川普是不会从此罢收的 今天我们再度感受到人间之温暖 祥和之景象 我们一定要攜手共敬 为世界和平而努力